耶稣又说 有个财主天天依着华丽 生活奢侈 又有一个名叫拉撒路的黑丐 身上掌握了农仓 被人放在财主家门口 他渴望 吃到财主却上掉下来的 食物残渣 却只有狗来填他的仓 后来黑丐死了 天使带他到阿巴拉罕身边 财主也死了 被人埋葬了 他在阴间受折磨 抬头远远地看见阿巴拉罕 和他身边的拉撒路 就哭着说 我的先祖阿巴拉罕 后来可怜我 派拉撒路用指尖 斩点水来润润我的舌头 我在这火灶实在苦不堪言 阿巴拉罕说 孩子呀 你有想象 你生前享福 而拉撒路受苦 如今他在这里得到安慰 以你受折磨 方且在你我中间 隔着一道深渊 这边的人不能到你那边去 你那边的人也不能到这里来 财主说 我的先祖阿 能否求你派拉撒路去我父亲家里 因为我有五个弟兄 让拉撒路去警告他们 以免他们也到这痛苦的地方 但是阿巴拉罕却说 他们可以听从摩西或众先知的话 财主回答说 我的先祖阿巴拉罕 他们不会停的 但如果有一个死而复活的人去警告他们 他们肯定会背改 所以阿巴拉罕说 如果他们不停从摩西或众先知的话 即使一个人从死里复活 他们也不会信服